嗨,大家好,我是巧兒 好幾天沒發文了,有沒有想我啊? 沒有 這幾天都在桃石岔,小當家在把攝影器盤走好 終於可以跟大家介紹了,歡迎來到我的台灣灶塌 最棒的地方是我們家有種蠻多農產品的 這幾天我們才說的... 歡迎來到我們家的瓜棚 這個是我婆婆種的苦瓜 在這裡我們有種苦瓜跟絲瓜 那大家知道嗎?其實苦瓜有兩種 一種是白色的,一種是綠色的,不叫山苦瓜,不叫什麼差別 白色沒有苦,綠色拿苦瓜湯的,綠色比較苦 所以一般會拿苦瓜茶,或者是拿草鮮蛋 和我回家秋假也要上宮一樣苦 因為是自己種的嘛,所以其實完全沒有農藥,也沒有太施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剛剛好還有蝸牛在這邊 現在size差不多了,我們準備把它採下來吧 大大嬤 絲瓜水 可以養顏美容喔 今日收成 絲瓜一顆 苦瓜一顆 還有紫蘇 樹竹 晚餐材料 這是這幾天我們採收的 扇苦瓜 那扇苦瓜呢 你把它曬乾了 成苦瓜乾 然後我們家喜歡 加幾顆梅子 變成苦瓜茶 非常的退火 夏天喝超飽的 然後我們還有採收絲瓜 以及呢 土拔辣 還有各式各樣的香草植物 像是 這個是 有紫蘇 有薄 有薄荷 有米麵香 然後羅勒 有食材等等等等 既然在台灣呢 我們盡量有台灣的食材 設計各式各樣的食物 跟大家分享 巧兒的台灣做卡牌 正式開始囉 你要吃紫蘇嗎 給你影片的 要不要吃 我不喜歡紫蘇 瓜 不要 沒心中 好 好 來 好 來 來 來 去 去